中华工商经贸科技发展协会成立于新元1998年 细节和国内党政产官学精英筹组成立 处接受政府委托各项经贸相关活动外 并配合政府政策为提升我中小企业竞争力 举办各项表扬活动 历年来本会所举办之台湾金像奖 华人公益金传奖等活动 除了荣获总统府高层贺电肯定得奖企业 并承蒙马前总统英九先生 吴前副总统敦毅先生 及前高院部首长许水德院长 关中院长姚家文院长等亲自主持颁奖 来鼓励得奖企业 近年来两岸互动频繁 协会为因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协助中小企业对外发展 加强海外活动 多次组织台湾代表团 参加国际大型会议 与两岸三地划商接轨 创造企业交流平台 为促进国内中小企业发展成果丰硕 感谢主办单位的推荐及邀请 宇洋集团可以获得台湾品质金像奖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肯定 父亲张登豪董事长 已经经营校数产业30余年了 早年董事长与博士间的小白球聚会 现在已成为了他一生的置业 更在两年前救了自己的健康 董事长也一直很积极地在台湾及大陆两地 投资建设酵素食品厂 将带皮发酵保留植化素的技术在地砸根 好的发酵技术不外乎三好 好的原料 好的菌种 好的研发 目前 依我们带皮发酵技术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已经成功地销往大陆 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等地 为了继续让台湾在世界各地发光发亮 我们一定会更加的积极 把台湾的好产品 好技术推广至全世界 大家也知道 品质保证需要很多的坚持 所以我们宇洋也会继续坚持到底 对品质绝不松懈 再次谢谢主办单位对我们台湾品质保证的殊荣 最后在这边祝福各位 金珠入门 诸事如意 诸年 新大运